既然要在山林決戰 那麼就讓他們原住民自相殘殺吧 日本人祭出了高額的賞金 特別講是莫娜魯道的人頭 因為他們不擅長打 山區這種游擊戰 所以他就用利誘的方法 就是跟那邊的原住民 你只要抓到 你只要抓到一個 就給你多少 那你這邊的地就給你們這樣子 因為每個部落 我就講他們有所謂的獵場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 因為莫娜魯道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很英勇的一個頭目 所以他可能也曾經去觸碰到 不屬於他們的那個地方 可是他們又打不過莫娜魯道 所以那個山上那邊的可能會 對這邊的可能會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可能被他們壓了很久這樣 日本只剛好抓到這一點以後 就利用這樣的方法 日本人這場仗打的是灰頭土臉 最後竟然還違反了國際工業規定 拋下了糜爛性炸彈 進行毒氣攻擊 如果空軍呢 從屏東那邊派兩架回去過來 就開始到處轟炸 轟炸以後就差不多了嘛 結果要進來也要是攻不進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最後他不都用那個土雞彈 土雞彈 所以日本人不承認 日本酒館不承認 實際上用土雞彈打 沒有武器了嘛 他們想說 日本人一定會抓到他們嘛對不對 抓到了是不是一樣會槍斃 那他們意思是說 寧願結束自己 也不要被日本人這樣子 被日本人殺掉這樣子 原住民是不是 就是唱那個鼓搖 在那邊用念的這樣 就是說祖先啊 我們現在就要跟你們見面 所以就是希望你們 在路上等我們回來這樣 賴賽德克的傳說 我們是從樹出來的 所以要回去那邊 就要從樹回去這樣子 把食物留給男人吧 讓男人沒有後顧之憂的去打仗 將近兩百名馬赫破的婦孺 一個接著一個集體上吊自殺 沉重的重量 將粗壯的樹枝都給壓彎了 至於莫拉武道 他曾說過 他的失守不想臣服於日本人 最後還選在一處非常隱秘的石窟當中 隱淡自盡 四年之後才被人發現 是看到那個 這個人長得要高大 他們只看到嚇一跳 要回去跟日本警察講 那日本人才看 才發現這個是莫拉武道 對 然後才知道說 他是打這邊的 打他的脖子這樣子 因為他手上有一個是白色的一個環 那個要拉 拉不下來 結果他們去捡定是沒有做 那個是莫拉武道的苦海 那他們就帶去台灣帝國大學 還大 日本人他給他做研究 說解剖說這個人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沒有看 做這麼大的事情 對… 所以就帶回向台大那邊做研究 因為研究完 你研究不出什麼東西 他說 純純要進去… 從這根下… 下到河流再上去 可能就是那個 有沒有說那個 莫娜兩大堂 這樣走過去要多久了 要過夜啊 對啊 要一兩天吧 當所有人都覺得魏德勝 你瘋了 他還是硬著頭皮幹下去 他還是硬著頭皮幹下去 他的老婆曾經跟他說呢 我是一個沒有夢想的人 但是你有 天底下有的 有夢想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去執行的人卻很少 我知道你是那種會去執行的人 所以你就去做吧 我不想你到老的時候再來遺憾 如果當年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也許賽德克巴萊就拍出來了 我跟魏德先生說呢 當一個導演的老婆真偉大 他笑著糾正我說 當一個導演的老婆要認命 不論如何 這對勇敢的夫妻呢 他們已經在台灣的國編史上 寫下歷史了 感謝你收看今天的台灣啟事 我說明下 我們再會